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得中美的贸易关系再次蒙上了阴影 在上周五 全球股市都出现了下跌 其中澳洲股市相对来说跌幅是最小的 仅仅只下跌了0.3% 但是与中国贸易相关的铁矿石 银行股 以及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是奶粉 红酒 下跌幅度均超过了2% 幸亏是有黄金股的强力上涨 使得澳洲的整体大盘下跌幅度并不是太大 相比而言 中国的上证指数下跌是1.48% 深圳也是下跌了1.4% 在欧美方面 同样 英法德最少的跌了1.9% 最多的则下跌达到了3% 美国三大指数在上周五第二次下跌 其中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幅度大约是在0.4% 纳斯达克和整体的美国大盘指数分别下错1%和0.7%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由于这个消息的影响 金价再次强劲反弹 最高达到了1450 过去4年来的最高价 石油价格则再次因为这个事件而在周五的凌晨是暴跌了7% 在周五的晚上是反弹大约1% 但目前依然是在过去几个月的低位55美元一桶左右 比特币价格从上周四的9500美元大幅反弹1000美元 到现在大约是一个比特币10500美元左右 那么在今天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澳大利亚附近 最近我们看到在悉尼和墨尔本有两家知名的开发商 相继了进入了破产清算程序 但是我们知道从6月份澳洲降息以后 最近的房屋的拍卖率是屡创新高 并且是回到了70%以上 那为什么这个地产似乎拍卖率已经在回升的背景之下 依然有开发商会倒闭呢 这两则新闻是不是会相互矛盾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 我们知道澳洲的央行在今年6月和7月 连续两个月对澳元进行了降息 使得房地产市场大受鼓舞 不仅仅是我们知道市场的信心正在恢复 而最近的数据显示 二手房市场的拍卖率也是再创新高 在上个星期 墨尔本市场的二手房拍卖率达到了74% 这个数据逼近至了2017年高位时的拍卖率数据 但是与此同时 另一方面 在最近的一个月 悉尼和墨尔本相继爆发出两个知名的本地澳洲开发商 进入破产倒闭程序 他们手上分别有超过2000套和3500套没有完工的公寓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时候 这个真相往往是比较残酷的 我们有很多客户自己也是从事房地产开发领域 我有很多朋友也是做的是地产开发 所以很多时候在过去一两年中 咱们在吃饭的时候尽量避免谈有关地的或者说是房地产走势的问题 因为我总是不忍心 说一些这个怎么说呢 是看上去好听 安抚人心 但实际上呢 却与事实相违背的话 我们的确知道现在的拍卖率是在回升 另外市场的信心也在建立 但是这第一需要时间 第二它是逐步来完成的 也就是说即便是恢复了信心价格开始回升 那么它首先体现的是在带有土地的独立别墅或者连排别墅上 直到最后才会进入到别墅 我们说的是公寓以及二手 特别是楼花领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对于相比较来说呢 对于这些二手房 特别是带有土地的单独的房屋产权来说 这些房东往往是在十年前 十五年前 甚至于二十年前 买入的这些物业 那么现在它们卖出 对比两年前卖出 无非就是赚多和赚少的差别 但是对于公寓和楼花来说 则完全不一样 绝大部分的项目呢 都是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面 买入的土地 几乎买的价格就是在历史的最高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公寓开发少则两三年 多则四五年 开发完直到最后的房屋被交割 之前都是需要开发商自己来垫付的 所以呢 如果现在的这个我们说的公寓价格下跌20%以上 那么对于很多的七房投资者来说 它宁可损失5%到10%的定金 也要比最后交割来得更划算 因为如果现在市场价值有八折 那它为何不放弃5%的定金 直接从市场来购买呢 这就使得目前的开发商 面临着巨大的交割压力 很多特别是海外投资者 不惜放弃现在的本金5% 重新在市场上以八折的价格买入新房 使得开发商目前呢 很多都进入了一个 我们叫做的资金链的寒冬 一旦他们的资金链跟不上 银行又不愿意贷款 那么他们只有选择破产清算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真相往往相对来说比较残酷 不得不说的是呢 在连续降息的背景之下 的确现在的地产 似乎温度有所改善 但是首先受益的 在目前来看 依然是具有独立产权的 带有土地的二手别墅 我们也希望这个地产的恢复 能够早日波及到公寓 以及楼花 但是在银行最终 放松贷款条件之前 这个情况预计很难发生 再来说一个有关澳元的 我们知道澳元呢 在上周五由于中美关系的影响 跌至过去十年来的新低 很多朋友呢 都在问我们澳元价格 是不是会反弹 还会继续下跌吗 我们在之前跟大家反复说过 反复说过呢 一个国家的货币啊 通常来说 是代表其经济的整体表现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和美元 这个几乎呢 是在201011和12年 这三年时间达到了1比1 最高是达到了1比1.1的高度 也就是当时一澳元 可以兑换的1.10美金 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和美国 两个国家 不论是人口经济 还是国际社会地位 不可同日而言 不可相比 因此 你说澳大利亚的钱 价值超过美金 这个在短时间内呢 可能是在铁矿石 疯狂的时候有可能 但长期来看 我认为绝不可能 所以说现在澳元和美元 出现了过去十年来的新低 也反映出 现在澳大利亚经济 和美国经济的差距 正在越拉越大 那么什么时候会反弹 在我看来有两个情况 一 中国的经济开始反弹 带动澳大利亚 第二 就是其他一个国家 能够取代 或者部分取代 现在中国对于资源需求的地位 比如说印度 比如说其他的国家 他们的经济 如果能够继续起飞 对于资源的需求 能够部分取代中国现在的要求 那么对于澳大利亚这个矿主来说 铁矿石卖给谁都是卖 只要能赚钱 出口量大 它就能盈利更多 所以在我看来 从现在到年底之间 澳元和美元的下跌趋势 很难得到改变 即便是美元 再有一次降息 但是这也并不能改变 现在澳洲的经济和美国经济之间的差距 还在不断拉大 这么一个事实 所以说如果想抄底澳元的朋友 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 在目前澳元的下跌趋势 依然还是没有改变 另外我们在8月18日 也就是星期天 在墨尔本格兰威卜里将会举办 8月份一期股票投资讲座 到时欢迎大家参加 时间就是8月18日上午11点30分至1点 地点是墨尔本东区的老地方 格兰威卜里酒店 报名电话8658-0602和8658-060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